观众朋友你们好 欢迎收看月通社电视频道的新闻节目 首先来关注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判决汇集越南 九二国清洁期间 杏港五行山、花溪、凉溪、富人温泉、山崎半岛等 各旅游景点接待了游客量猛增 至于越南音乐日诞生51周年之际 广义省举办祖国流阔海岛的文艺活动 关于越南与美国下类反倾销案的消息 月通社朱瑞士记者原理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于九月二号所接触的判决报道说 在越方所提出的三个主要问题中 就有两个问题是美国违反了世贸组织的规定 这两个问题是美国在第二和第三次调查过程当中 以归零法则计税 以及美国征收全国统一税率 使税额大幅提高 其对越南下类出口企业造成损失 越南对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以通过会审委员会的判决表示欢迎 并高度评价美国在两国下类反倾销案件中的配合 同时希望美国将立即执行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判决 越南希望越美两国将继续合作 并通过错删解决纠纷 据越南海关主席提供的数据 今年前七个月 我国向日本出口商品的金额达54亿美元 占我国商品出口总额的11.4% 同比增长30% 目前日本是进口我国主力出口商品的大市场 除了橡胶和矿产等传统出口商品以外 纺织品 水产 电线 电缆和鞋类等 也正在赢得该市场的信赖 近几年来 纺织品一直是越南向日本出口的主要商品 其次是原油 前七个月该商品的出口金额 跃达7.16亿美元 同比增加5倍 前七个月以出口金额为4.69亿美元 同比增长2.2%的水产 继续成为出口日本的主力商品之一 据越南工商部的分析 今后几年为了向日本出口保持稳定增长 越南企业因仔细考察和研究该市场的特点 与传统客户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 还需要着重寻找新的客户 并重视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技术指标 以便满足该市场的要求 市场经济在其运行过程中对我国企业带来的为影响 因此制定协助我国企业发展和保护推广品牌的国家计划 既是当务聚集又是战略的任务 为了满足上述要求 政府总理已批准从2003年至2010年的国家品牌计划 迄今经过两次展开评选产品上标后显示 该计划已给企业带来切实的利益 国家品牌计划是通过产品商标推广国家形象 同时为我国产品在国内外 市场塑造和推广品牌的长期贸易促进计划 符合该计划标准的商品 需达到我国在融入国际经济这一阶段 所面向的品质信誉 改革创新 领先实力等各项指标 截至2010年 全国满足该计划有关品牌要求的企业共43家 据新港市文化体育旅游厅提供的数据显示 今年九二国庆节期间 该市共接待的游客可达6.6万人次 其中停留的游客为2.1万人次 国际游客约为1.1万人次 五行山 跨西 梁西 富人汶泉 山茶半岛等各个旅游景点 共接待3.7万人次 值得注意的是 巴拿山旅游区世界第三大室内娱乐场 也在此期间开张并投入运营 除了日常国际航班外 九二国庆节期间 还增加了中国台湾至香港的值得半次 越东社驻老沃记者报道 至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庆66周年之际 由老沃新闻文化旅游部 越南文化体育旅游部和越南驻老沃大使馆 从8月31号至9月4号 在万象联合举办的越南文化咒已圆满成功 在闭幕仪式上发表讲话时 老沃新闻文化旅游部部长 破桑坎·温达拉强调 越南文化咒在老沃举办 有助于加强越老两党国家和人民 在国际融入过程中的 友谊特殊团结和全面合作关系 越南文化体育旅游部部长黄俊表示相信 这一波有意义的活动将会促进 越老在文化艺术和旅游等领域的 传统友谊特殊团结与全面合作关系 日益发展作出贡献 题为越南智美图片展 拉开了越南文化咒的帷幕 在闪蓝会上 老沃领导人和广大观众 以评选下龙万为世界新自然奇观 此外各文艺活动也给观众留下美好的印象 直九三越南音乐日诞生50周年之际 题为祖国辽荒海岛的文艺活动 于9月3号在广义省举行 这是广义省第二次举办 大规模的越南音乐日纪念活动 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该活动包括14个精选的音乐歌舞节目 其中大部分作品均由越南音乐协会 广义省丰会会员围绕着海洋、海岛、黄沙和长沙群岛、黄沙滨、 替身祭礼、河荣基港等歌颂祖国海岛的主要题材所创作的 此外参加此次活动还有来自胡志明市和仙港市的作曲家 以及广义民族歌舞团 之前9月3号上午 广义文学艺术协会同越南音乐协会广义省丰会举行 越南音乐日纪念典礼 为了庆祝越南国庆66周年 加上响应题为海岛旅游的国家旅游年 和向国际友人推荐海岛旅游的发展潜力 9月1号越南国家图书馆举行了夏龙湾与越南海岛展览会 该展览会以夏龙湾独特于美妙的奇观和越南海岛之美等两个主题 展示了数集资料、珍贵数集、地图、画图片和资料片 等从20世纪出至今的近1000份资料 1994年夏龙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和2000年被该组织列入世界地质遗产名单 夏龙湾继续被推选为世界七大新奇观评选 该展览会将向国内外观众推荐越南海岛旅游、海洋经济潜力以及越南海岛主权等 该展览会将于9月10号结束 越南民族旅游文化村开放一年后逐步成为越南54个宋地民族的共同界缘 可以说全国规模最大的越南民族旅游文化村正在成为越南54个民族特色的汇聚点 去年10月份,池聖龙河内监督千年大典之际正式开门迎接游客观光旅游的一年后 目前越南民族旅游文化村的18个长山西园地区民族村已局部投入运作 在这儿,来返的游客可精致感受到越南各少数民族特有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以及文化特色 按计划,越南民族旅游文化村将于2015年全面建成 然而,为了越南民族旅游文化村真正成为越南各民族的共同家园和保存各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色 不仅需要各相关地方的支持,还积蓄国家的优惠政策 为愿意来这儿生活的各少数民族群体提供最便利条件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